短发可谓是席卷的娱乐圈 眼瞅着你明星们都纷纷赶的剪短了头发 马甲线女王袁山 删减了短发人越来越洋气 连黑粉都少了许多 鼓励那扎的短发造型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灵气了许多富贫少了 已经当妈的大秘密 白白和剪短的头发看起来既时髦又剪领 活力满满活脱脱的青春美少女和长发一样 如果总是一层不变的短发造型时间长了 是不是也会觉得单调呢 今天就给大家安利四款 既简单易上手短发 嘎把短发也能玩出新花样 Style一短发公主头甜美食 Super Step一 梳理好头发 以保证接下来的扎发能够顺利进行 但也不要输得太过紧贴头皮 保持一定的蓬松感 Step二 用手轻轻将头发分成上下两部分 侧边留下几缕头发 营造出随意感 发亮的多少是个人情况而定 Step三 将上面部分的头发进行扭转 并将头顶的发丝轻轻向外抽起些须 让发型更加蓬松 Step四 用黑色衣字加固定做扭转的头发 然后戴上心爱的发夹 每每搭公主头就搞定了 侧面与背面效果 Style二 短发刘海边发简单的边发清新又减零 Step一 梳理下头发 从刘海开始将头发侧粉 四六或者三七都可以 发尾背选效果会更好 Step二 同一侧的刘海取三股头发 不要太粗开始编织麻发辫 Step三 编织刀尾部实 把辫子拉到后脑的位置 用一字加固定住 Step四 另一侧的边发筒底 Step五 用手轻轻地将每一节辫子拉松 这样可以让辫子看起来更腾松自然 Step六 从两侧头顶的地方 轻轻地抽出几根发丝 再用梳子的手柄尖头 轻轻在辫子中挑出一缕头发 打造出迷人的凌乱美即可 侧面与背面效果 Style三 拌丸子头 剂下最火的发型 就要竖拌丸子头了 短发的拌丸子头 更加灵敏别致 Step一 先用双手从两边并角斜向上 抓起三分之一或一半的头发 在头顶竖成一个马尾 Step二 将扎好的马尾旋转 跳跃 不停歇 在后脑绕着马尾发根拧麻花 撞缠成丸子 不要过于用力缠得太紧 PS 头发比较顺滑的妹子 可以用梳子把头发倒梳一下 再扎丸子 增加蓬松感 Step三 丸子盘好后用发圈固定 双手轻抓起来一点头顶的头发 制造一些凌乱自然的弧度 Step四 用梳子把额头的刘海打毛 从两侧的头发中拿下几缕发丝 增加空气感 Step五 最后可以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发圈 套在说好的丸子头上 俏皮度满分 Style四 短发 马尾 胖卷的短发 扎起马尾 既清凉 又清新稍显凌乱的马尾和其刘海打 造日系甜美风 Step一 取出头顶的头发 分成三部分 并编成三股辫 Step二 将辫子固定在脑后 再将左右两侧的头发扭转成发辫 Step三 将发辫缠绕后固定在脑后 再用发夹一一固定好 Step四 最后将刘海拉扯出蓬松感 就可以完成这款马尾扎发 Step四